必胜客支柱强势来袭啊 看看能清多少库存 大家我是法无 今天去整个必胜客支柱啊 178一位啊 又比往年贵了十块钱啊 走 依旧是选择离我家最近的五一广场店 菜品没什么变化啊 这个牛排的话 我就记得这个稀的会好吃的 其他都不怎么样了 包括这个限量一份的 惠灵的牛排 比较满意的是这个饮料和甜品啊 甜品都选了 ok ok 朋友们上级了啊 啊 准备进食了 牛排先吃 还蛮大块的 给他切一下 今年啊 我就吃这一份牛排 因为必顺着牛排 确实不得蛮好吃 而且吃的感觉一年明年假 我每次都来家就有 啊 无言的论所 说哎 帅哥你又来了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感觉今天这个西人也不这么好吃的 上一年还蛮好吃的 就没什么肉味 只剩下嫩 今天来主要是想吃他的那些 小吃和甜品 意面 还挺好吃 胃口小的朋友 非要点这个意面 估计一份可能就饱了 榴莲滴嫂 点了两片 这个可以是按片点的 再给冰淇淋先吃吧 挂掉了 哎 早知道叫他晚点上 pizza还可以哦 这上面是榴莲肉 这个小龙虾只有一种口味 就这个麻辣的啊 完整的 记得 前两年是那个 虾尾的 点了四份鸡翅 必胜够的二尔良鸡翅还可以 铁香的肯在鸡翅里了 如果再来吃 咱们大口的吃 大口的吃肉 我们不能克制 大口的吃肉 我们一块都不能停 大口的吃肉 我们就是任性 去吧 吃吧 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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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人嫌你跑 去吧 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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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肉 风味家不错 又香又脆 榴莲芝士蛋糰 哇 好软 感觉一碰就碎了 再想一下味道 就是那个你们小时候不知道喜不喜欢甜那个方便面的那个料啊 就那个粉嘛 那时候沾着吃就是那个味很香 是新鲜的龙虾小龙虾就是有点辣 虽然爱吃这个小龙虾的朋友啊 光吃这个可以吃味本 吃别的是吃味本的哦 别的 蘸肚子 淡点汤汁 这个抹茶毕竟一旦刚忘记吃了 化料了 看着像什么 像那个合胚料一样 在逼真客的甜品啊 赶赶的 好吃 好吃 好浓的巧克力味啊 还有一块蛋糕啊 哦 差不多了 吃饱了 看这个逼真客之助 也就那样了 牛排是一年不如一年 估计明年不吃的 像没吃过的朋友可以尝一下 尝尝鲜哦 尾本是很难的 OK朋友们 热量爆炸 吃完头发晕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